公民崛起大家一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王傑銘 沒錯 選戰已經倒數25天 等我問問一下文雄委員 到底黃復興黨不是什麼樣的神秘組織 那麼到目前為止 已經聽說這個組織可以動員250萬票 什麼樣神奇力量可以讓250萬票 說轉彎就轉彎呢 難道軍眷就是這麼愛聽黃復興嗎 一個將官隨便說兩句話 黃復興250萬票就轉彎了 可是就在這話當下之間 發生什麼樣的大的轉變呢 我們來看幾則重要的訊息 好 第一個訊息是 沒錯 今天已經正式領票了 那麼政黨票民進黨抽到牽王1號 那麼親民黨抽到第二個牽王2號 而國民黨抽到第9號 那麼當然就說長長久久了 那麼當然現在最關注的還有另外一個是時代利漢 那麼時代利漢最近的民調顯示已經到 政黨票已經到8%了 果然不錯 他抽到就是8號 好 那麼到底這個結果會不會影響到選票的流向呢 這個是值得關注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在抽籤過程當中 精銳進出啊 你有漂亮的老婆嗎 好 但是奇怪的事情 他爸爸卻組了拐杖來 這樣子有沒有強烈的對比 這是他爸爸組拐杖 然後我刻意的下面放很多警察 好 不是 我沒有任何意見 好 這個事情到底現在這個票數已經底定了 那麼選戰正式開打 石修 那個文雄委員你是幾號 2號 好 那我們這個侍應幾號 4號 4號 OK 大家記得這號碼 記得票要分列頭 好 另外一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分列頭 就是一個家裡要分兩邊 就全部是往 因為今天兩個都在不好意思說 要放誰那邊 好 不論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小英去跟這個 他不說面試 是跟這個企業家討論事情 好 我們導播往下看 這是聯合報 聯合報的內容是 企業界為何不放心 民進黨該好好的想想 這是聯合報的下的標 就是針對這次蔡英文 對企業大佬做未來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結果標是長這個樣子 好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是誰 下一個是自由時報 公商界打80分以上 這樣聽起來應該還不錯吧 因為上次馬英九區也是80分 可是有個報分數更高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報紙是大佬打到90分 看一下是什麼報紙 你你好好奇 這一定是綠的 這個綠的 因為那個國民黨都說 綠媒很當道 來 中國時報 不是胡志強是來自中國時報嗎 中國時報給蔡英文打了90分 是風向都改變 那麼最新的消息 羅志強到美國 說什麼你知道嗎 希望蔡英文能夠執政成功 這是已經開始風向改變了嗎 好 說風向改變 還有一個風向真的改變 等於我要請教時期 為什麼國民黨民調可以只差9.5%呢 到底是哪個單位做的 現在這個已經確認了 新的民調顯示 蔡英 朱立倫的民調已經超過30% 我們要給他鼓掌一下嗎 9.5% 這到底是做民調呢 還是民調被做 這個很好奇吧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就是這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直接說 朱首度突破了三成 那麼只差各位數 不過各位報告 這版面還滿後面的 那麼不像這個自由時報 版面還滿前面的 好 當然另外關鍵焦點就是 到底黃復興 是什麼樣的一個神秘組織 我們知道在兩個禮拜前 忠義大哥就說 他得到消息 黃復興的鐵票 不是生鏽 是出逃 而且要求黃復興的人 他們叫顧本方案 不是顧國民黨的本 是顧黃復興的本 黃復興乾脆變新黨就算了 不是這樣嗎 顧新黨之本 真的 新黨之本 支部 好 那麼所以台灣就是力量 就是黃復興要鐵票大出遊 你來看一下 黃復興鐵票大出遊 台灣就是力量 這聽起來 黃復興應該不是台灣人 對不起 原諒我這麼說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這個是誰 這柯文哲穿條件有看得到嗎 他說 大選過後 綠變執政 柯文哲說 殺不死我必使我強大 幹嘛 柯文哲打算跟 這個蔡英文要分裂了嗎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就是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柯文哲說了一句話說 賴清德是一個岌岌可危的賴神 Oh my God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先介紹我們來賓 政治評論員 胡宗信 仲信大哥你好 恭喜啊 上週又標迫收視率 好 我們應該是快要近70名了 好 另外是立法 再謝謝仲信大哥 謝謝大家 好 請繼續支持一起來翻轉 我們一定要前進50名 好 來 立委參選人 4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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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世穎 世穎你好 大家好 我是蔡世穎 4號 OK 好 好 另外是立委參選李慶元 因為他行程忙碌 稍微參加我們討論 另外一定要記得號碼 一樣 2號 2號 基隆2號 記得只有2號跟4號 其他號都不是 沒有 我意圖讓人家不當選 好 立委參選 李文雄 文雄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這個沒有選 但是是媒體小美女 資深媒體人 小大美女 大美女 好 王思琦 世穎你好 大家好 你看 美吧 好 另外等我是 司令委參選楊石秋 這個民調也在往上走高了 楊石秋 我知道他 不知道他幾號 那等會他會加入我們討論 好 我們先進個廣告